北京近来内部动荡不安 香港反送中历经半年的时间仍然在持续进行 中国各地维权抗争也实有所闻 迫使当局急于巩固枪杆子政权 中央社报导 中共武警部队和陆军在9日及10日接连举行中少将进阶事 共89人分两批获得晋升 包含武警晋升37名将军和陆军晋升52名将领 其中7人晋升中将 16月下旬以来共军新一波中少将进阶 也是总书记习近平下令加强军队党的政治建设后的首度进阶 在所有晋升将领当中 最吸引外界关注的是9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主任高伟晋升中将警衔 据了解高伟曾经参与中越战争 汶川地震救灾多次立功受奖 还曾经获得全军优秀指挥军官的称号 高伟的晋升之所以获得关注 关键在于武警向来是中共维稳的重要力量 又被称为党的刀把子 习近平在武警部队上下功夫 无非就是要抓紧政权的刀把子 确保武警的忠诚 就如同今年5月份上任武警政委的安兆庆 在仪式中所指出各级一定要大力强化政治引领 集中精神干好维稳这件大事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 做出新的更大成绩 向习主席交出合格答卷 事实上习近平上任中共总书记7年来 对共军组织及人士进行大幅调整 并藉由各种方式紧抓军权 并在就任后立即召开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并发布关于加强军队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要求全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 近来随着中国内外动荡不安 习近平更加强军权的掌控 今年内两度大规模晋升中少将 除了12月的这次以外 另一次则是在6月下旬 包含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 共69人晋升 其中16人晋升中将 显然当前中共内忧外患加剧 习近平急需安抚军队为其效忠 同样也是军事方面的消息 来看到中国的军力难道比泰国还差吗 综合自由时报与新投科报导 中国空军大校李中华 9日在西北工业大学的一场内部报告会议中 爆料过去中国空军曾经在一场联合演习中 以0比4输给泰国空军 2015年中泰举行英籍2015联合演习 当时中国出动两架歼11战机 两架苏27SK战机 两架苏27UBK战机等第三代战斗机 而泰国空军则是出动从瑞典进口的 JAS-39施救战机 除了基本项目之外 双方战机还进行了超视距空战 近距离格斗空战和模拟对地攻击等训练 在对抗演习中50公里以上距离 中国战机的攻击成功率为0 泰国战机则为24% 30到50公里距离 泰国战机攻击成功率高达64% 而中国战机只有14% 根据了解英国空军月刊曾经在2016年分析这场演习 并以中国空军以0比4惨败来形容 甚至还有泰国飞行员透露 当时中国飞行员在制定空对空武器发射方案时 还动手计算 毫无精确性可言 这一点也与李中华在西北攻打的报告上 披露中国空军的缺点 包含飞行员对规避导弹的研究不深入 对不同距离导弹的规避效果 判断不准确等稍有呼应 不过中国方面似乎也有话要说 新浪网8月曾发表文章 为英籍系列演习辩护 认为对中国空军参演部队来说 地面比空中重要 战术比参数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 2015年之后也鲜少在媒体上 看到往后几年英籍系列演习的相关报道 有评论就认为 这几年共军的表现应该还是落败居多 否则应该可以看到官媒大肆宣传 综合媒体报道 11日晚间有近百名蒙面的香港人 聚集在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外 要求英国废止中英联合声明 他们认为只要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就可以单方面向中国提出废除声明 协助香港建立完全独立的民主制度 集会开始前 大会代表将请愿性交与英国领事馆 领事馆也派代表接收 而其实这段期间 英国也多次要求北京应遵守声明 否则将引发严重后果 首先大致来了解一下 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写到 英国将于1997年7月1日 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中共则表示 香港依旧可以享有行政管理权 立法权 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并承诺香港50年不变 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也保证 会让香港马照跑舞照跳 而如今很明显的 中国已经背弃了中英联合声明 严重干涉香港的民主自由与司法独立 因此才会有港人聚集在英国 驻香港领事馆外请愿 要求英国废止中英联合声明 因为根据国际上的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庆祝规定当两国签订条约后 其中一个有重大违约时 另一国家有权终止该条约 或全部局部停止施行 不过苹果日报报导 高校公民召集人黄伟国认为 英国单方面废除 中英联合声明的机会不大 且若无具体的军事介入 相信不会对香港有太大影响 曾任静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 助理教授的黄伟国解释 中英双方当年签订 中英联合声明 是国际关系框架内约定成熟的做法 让协定得到国际兼承认 至于双方是否遵守 履行情况如何 就要看条约本身 是否设立机制监督 就算中国不履行中英联合声明 也不代表就会有惩罚机制 而且这种纠纷很少有国际机构介入 香港问题是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 难以透过国际法来解决 而实际上中英联合声明 到底具有多大的时效性与约束力 一直受到外界关注 自从2014年雨伞革命以来 英国就曾多次要求北京应遵守声明 否则将引发严重后果 不过2017年中国却表示 联合声明的时效 在香港回归中国后就已经失效了 现在的中英联合声明 只是历史文件没有约束力 并强调香港问题是中国内政 回归后的成功与否 外人没资格评论 对此中国旅美的时政评论员 李沃腾曾撰文写到 联合声明的主体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处理英国 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事项 在香港回归后 这部分已完成了 所以这部分看作 对现在没有约束力的历史文件 并无不可 第二部分是中国对香港 回归之后的承诺 其中的50年不变 确实代表英国在这50年间 有权利和有义务 检视中国是否履行条约 但李沃腾也坦承 英国能做的事也非常有限 且联合声明确实没有列出 中国违反声明的处罚方式 香港反送中运动 持续半年之久 社会各阶层广受影响 就连每天站在最前线 报道抗争现场的媒体 也成为民众检视的对象 苹果日报报道 香港无线新闻从抗争以来 就被当地民众批评 报道立场偏颇轻忠 甚至大开嘲讽玩笑 认为TVB可以改名叫 CCTVB成为央视直属台 观众也直接以行动理智 发起罢看 包含保矿力 必胜客 先失百货等客户 也不下广告等等 导致TVB近几个月来 收视率和广告收入 不断下滑影响营收 苹果日报接获爆料指出 TVB母公司电视广播的管理层 为了保住业绩 将在这个月底 开除近千名员工 主要将从制作部和综艺组下手 其他部门也会按比例裁减人手 对于员工不到4000人的TVB来说 届时可能高达1 4的员工 都必须卷铺盖走路 报道指出 TVB上半年的纯利表现 其实不差 靠着节省销售 分销 播送及融资成本等 纯利按年增5.97%至2.13亿港元 但整体而言 TVB期内现金仍流失了5.16亿港元 若以这样的流失速度来看 该集团在明年下半年 可能就会面临到另一波资金困境 事实上TVB的困境 或许不止来自外部环境 该公司偏颇的报道立场 也引发自家员工的质疑 港媒报道 7月反送中运动正值巅峰时 TVB内部涌现一股自贴员工正浪潮 13名员工联合谴责TVB的新闻部立场偏颇 直指新闻部处理721上环及元朗冲突时 只选择性的播出上环事件 对元朗西铁站的白衣人暴力事件却轻描淡写 批评这已经无关政治立场而是良知的选择 强调TVB作为大台 应该坚守专业操守 高层应以良心制作新闻 不该将新闻作为工具 同时也把矛头指向助理总经理袁志伟 及新闻部总监黄淑明要求两人下台 此外也有不少TVB的新闻记者 因为不愿违背良知做新闻而挂职求去 8月份时传出有8人相继离职 在当时26名记者人数中占了三分之一 另外多位TVB新闻主播当家花旦 包含张文彩梁凯宁等也纷纷辞职割席 香港的社会局势在这半年历经重大冲击 不少港人都考虑移民 港媒立场新闻引述有限新闻报导指出 近日马来西亚政府通知移民公司 拒绝接受警察的移民申请 相关人员透露 已经至少有一名警察高层申请移民被拒绝 不过大马当局解释 是因为移民审查标准 从去年9月已经变严格 并非要针对香港警察 报导指出 有些移民公司光是在今年内 就处理了超过1000件香港人移民申请 其中有300多宗的申请来自公务员 约30宗是警察家庭申请 不过移民公司近日收到马来西亚政府指示 表明不会接受香港警察的申请 而马来西亚第二家园交流中心负责人 邝文正也表示 在上周四接到马来西亚政府通知 表明保安部队尤其是警察的申请不会被接受 虽然马来西亚旅游局解释 这个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目前已知至少有一个警察高层的移民申请被拒绝 随后有线记者以申请者身份 致电马来西亚相关部门 职员承认相关政策已实施 但强调并非针对香港警察 只是基于安全理由 相关部门从去年9月就开始收紧审查 拒绝有保安部队被警的人士申请 事实上不只是马来西亚 今年10月台湾也曾传出有大批港警申请移民台湾 新投格报导有网友表示 因为黑警滥用暴力才导致香港示威升级 所以警察们害怕被共产党清算 正大规模申请移民台湾 并强调这批黑警或许已胜进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如果让他们成为台湾国民拥有股票权 后果不堪设想 而移民署数据指出 今年度1到9月份相较于去年同期 居留申请数增加26.14% 定居申请数增加25.17% 确实有增加的情况 不过根据法规 申请移民的人如果有犯罪 危害国家利益 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 或从事恐怖活动等行为 申请就不会被核可 移民署也表示 会透过各种管道进行安全查核 审视各项积极消极条件 将不法及犯罪杜绝于境外 中国的孔子学院在全球出现关闭潮 许多人认为它根本不隶属于学术圈 很明显是一个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 而近期孔子学院还被指控涉及间谍活动 自由时报报导 曾担任比利时何语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孔子学院院长的宋欣宁 因涉及间谍行为被禁止入境后 校方在10日透过官网证实 明年6月后将关闭孔子学院 因为他们与孔子学院的合作 不符合学术自由的原则 比利时媒体透露 2016年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成立孔子学院后 由宋欣宁担任院长 他除了致力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之外 也在中国留学生和商务人士圈中 招募献名建立情报网络 为中国情报机构服务 根据了解 中国政府每年提供20万欧元的经费 给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比利时安全机构早已警告该校 但校方高层蓄意隐瞒 对此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国际关系学教授 欧盟执委会特别顾问霍斯拉 对校方表示肯定 认为此举为欧洲大学树立典范 对中国学生也有利 因为这些中国学生是学术交流政治化 进而导致猜忌的主要受害者 报道指出国际越来越多声音指控孔子学院 是中国锐实力的工具 认为北京通过国外开放的公共环境 试图影响当地舆论或操控意识形态 并借此吸收有潜力的欧美学生 无国界记者组织也曾警告 中国透过大使馆和宣传中国文化及语言的 孔子学院网络 毫不迟疑利用骚扰和威吓手段 强推认为意识形态正确的用字 并掩盖历史上较黑暗的篇章 近年来美国、法国、荷兰、加拿大和澳洲等国的孔子学院 都因疑似涉及间谍行为或干预学术自由而被关闭 包含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在内的13所大学 今年都决定关闭孔子学院 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欧洲金融中心 也是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的总部所在地 来自各国外交官、军人、议员混杂其中 交流情报和闲聊八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综合自由时报与近传媒报道 据比利时国家安全局的说法 近几年布鲁塞尔是间谍的大本营 情报活动活跃程度至少和冷战时代一样 今年2月欧盟内部评估报告也指出 约有250名中国间谍在布鲁塞尔活动 人数甚至超过俄罗斯 虽然中国驻欧盟代表批评 这些毫无根据的报道让他们深感震惊 不过近期频传的中国间谍事件 各国或许已经将严防中国间谍 列为最重要的国安议题之一 曾赴香港见证反送中游行的中国律师 目前被中国封杀的网络大V 陈秋实声称自己被当局禁止出国 美国之音报道 11日凌晨 陈秋实在微信朋友圈上说 前一天他正准备带着母亲和一个40人的旅游团 去日本旅游去机场的途中 接到天津公安局的电话说 他被限制出境 必须立刻到公安局来交代情况 而当时刚好过了10日的世界人权日 陈秋实说 在与警方交涉之后 他被获准在两名远警的陪同下 赴机场为母亲和团员送行 目前这条微信已被官方屏蔽 随后陈秋实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 分享了这次被边控的经历 他说不能陪伴第一次出国的母亲 也辜负了朋友报名参团的期望 心中难免酸楚 但是自己受的这点委屈不算什么 因为中国还有其他律师被抓被打被迫害 许多人处境比他更难 他还表示自己不会怪罪 那些基层民警和办事人员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也很无奈 他说这是一个庞大而残酷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当中 每个人都是盛世下的蝼蚁 大家都是可怜人 陈秋实说 他希望把关注点集中在中国 而不是他个人 因为中国还有很多更加黑暗 更加痛苦的社会问题 并自我鼓励的说到 不要气馁 天快亮了 现年34岁的陈秋实 曾获北京电视台 一档知名演讲节目的亚军 也因为在网上发表 争扁实弊的言论 而备受关注 今年8月 他人肉翻墙到香港 想要亲眼见证 并且和墙内民众分享 那里发生的事 但那次的香港之行 在当局连番电话轰炸下 被迫提前结束 在那之后 陈秋实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账号 被全面封杀 与此同时 海外的推特 YouTube等平台上 也出现了一些 以他名字命名的账号 11月 陈秋实受访时表示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 显示他的言行 受到当局监控 但是他相信 中国有关部门 一定反复调查过他的情况 但他也表示 自己并不特别在意 被监控这种事 甚至和朋友开玩笑说 国家安全机关的人 如果认真看他的视频 认真看他的微信通话记录 就会了解 他真正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或许比这些 国家安全机关的人 还要热爱这个国家 那次访问后 陈秋实这个名字 变得更有争议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中国的左派人士 骂他 汉奸走狗 海外民运人士 说他是中共的间谍 或外宣同战力量 但他仍希望忠于自己 明镜新闻台 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 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